其實我由圖到尾都平常心的 因為我想由21年5月 我決定開始就著我的案件 決定上訴之後 都容易了可能會有很多不可定性 當時也有心理準備 可能終有一天到終身發展 所以我想我一直堅持這個順利 到今天都想不到有什麼放棄的理由 所以我一直都平常心去面對 就是堅持自己 希望繼續走一條追求的意義的理由 而這段時間很多人跟我一起走 有沒有人如果案件真的會有一個神線的意義的狀況 好像剛才我這樣說 我想我今時今日繼續做這件事的原因 其實都不因過結果的影響 也都沒有再花太多精神時間去想 究竟會贏或贏輸 而我想是無論贏一個輸 我還是想繼續走這一條